縫 橫畫C 都是C的 這時候就要開始分所謂的長短 這個C有可能是被造成的 不過在這裡那還是看起來非常的重 所以橫畫這邊都幾乎快被侵蝕掉了 確定他之前應該真的還蠻瘦的 因為他的書畫並沒有侵蝕掉 靈 球筋 那野球筋弧度很大 每次弧度都真的是大啦 彈性十足 就人來講那叫腰力 腰力很好 點畫要飽滿 橫畫可以C 比較圓勁 撇挺勁 撇短 納飽滿 但是都不太長 他的納其實嚴格講起來並不是太長 主要他想維持一個比較接近正方形的外型 撇 撇 橫畫C 這裡開始扭轉 圓勁 測試過來 彈上去 撇 撇他做平均的分配喔 所以他的橫畫間距要抓準 橫畫間距要抓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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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間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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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盆的品質本來就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有些地方比較容易風化 薄掉 有些地方非常堅硬 磕了十幾千年後還自口如心 真的很厲害 很好的石頭 通常這種機會很少 都是某一個地方質量比較差 然後崩得比較嚴重 殘損 橘上面寫的窄又扁 橫畫C 撇圓勁 然後注意均間 然後抬起來做圓勁的效果 這裡變瘦 再彈上去 口下來以後 橫畫還是要注意均間 均均均均均均到這裡 還在均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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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均�